俄乌战争至2022年2月正式开大以来,已经过去两个月了,目前为止,战争还在进行中 其实俄乌战争如果从广义上来说,从2014年2月就已经开始了 只不过之前都是低强度战争,或者说是代理人战争 直到今年2月24日,俄罗斯柴顺真正下场,终于撕破点走到前台与乌克兰正面纲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世界上除了少数几个国家 如中国、白俄罗斯外,绝大部分国家都一致表示谴责,这似乎是主流价值观 本期视频我就试着以俄国或者普京的视角,来回看俄乌间过往的恩恩怨怨 以及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战争为何不可避免 视频结尾我来预测一下战争双方最后的输赢 别的不敢说,这个预测要是不准,你可以过来打我 不管怎么说,在下也研习过618卦 如果最后证明我的预测是对的,那您不妨再回到我的频道 转平站定,随便给一个就行 先声明一下,天底下很多事情的原因往往不是单一一个 而是多个因素因缘际会的结果 俄乌之间的这场战争同样也有着多方面的因素 而且错综复杂 我接下来要说的,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切面而已 个人浅见,无论对错,愿意接受任何的批评和执政 以俄国或者普京的视角 最好的切入点就是普京于2021年7月12日 即俄乌冲突第一阶段结束后不久 亲自执笔并发表的一篇文章 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 这篇文章开篇就直接指出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同属于一个民族 我们是一个整体 接着文章就用近半的篇幅回顾历史来印证这句话 客观的史实摆在那里 普京这句话说的没毛病 斯拉夫民族分为三支 东斯拉夫、南斯拉夫和西斯拉夫 自从维京人南下在基辅建立基辅罗斯公国后 罗斯国就被东欧这一片土地上的人民认定为共同的祖国 也就是说现在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 都是古罗斯人的后裔 之后随着古罗斯国的分裂 再之后在蒙古铁蹄的蹂躏下 斯拉夫人也在分分合合中不断被分化与重塑 直到沙皇俄国的建立 东欧才又逐渐走向统和的道路 也就是在这段历史时期 代表乌克兰地区的格萨克人将自己认定为俄罗斯东正教人民 并迎请撒谎俄国的统治 不过这时归入撒谎俄国的乌克兰 还只是现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 当时还在波兰利汤晚联邦的控制中 信奉天主教 后来在苏俄时期 乌克兰西部地区才归入苏联 当然这是后话 不过虽然同属基督教阵营 但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也为如今的俄乌战争 早早埋下了一个伏笔 时间来到一战期间 从德国回到沙皇俄国的利宁 在1917年发动了二月革命 推翻了沙皇的统治 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 紧接着又发动了十月革命 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 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也就是后来苏俄的前身 根基维稳的苏维埃政权 又经过几年内战 取得了最后胜利 于1922年12月30日 和其曾经下辖的三个知识共和国 和外高家所联邦 一同签署苏联成立条约 建立联邦性质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简称苏联 苏联也就由此诞生 并后续纳入更多加盟国 苏联版图也在不断扩张 在苏联成立后不久 发生在乌克兰的一件人间惨剧 不能不提 1932年至1933年 在乌克兰大地上 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史称乌克兰大饥荒 大饥荒源于1928年 斯大林主政的苏联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 但在执行期间出现了问题 许多农民因担心被化为富农 而遭到集体逮捕和流放 从而消极工作 这就导致1932年 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 为解决粮食问题 1932年8月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 从根本上禁止 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 紧接着12月6日 苏共政治局又颁布秘密命令 将乌克兰境内的农具 牲畜 种植等农作工具全部收归工友 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 运入乌克兰农村 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 从而切断了乌克兰的粮食来源 此外 俄罗斯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收粮队 没收农民的鱼粮口粮和种植粮 到1933年春天 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 具体的死亡数字还存在争议 但估计死亡人数在260万至1000万之间 事后一些来自乌克兰的学者和调查组织 将此次饥荒定性为一次种族屠杀 是苏联当局蓄意执照 当然不管是当时的苏联当局 还是现在的普京政府都极力否认 这次大饥荒无疑是存于乌克兰和苏联 或者说现在俄罗斯之间的一个难以抚平的心结 在这之后 乌俄各方人马都利用这次饥荒作为武器相互攻击 这也为后来乌克兰脱离苏联 或者为当前的乌俄战争埋下了一个仇恨的种子 一战结束后20年 二战爆发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 打响了历史四年的苏联卫国战争 先是德国以吹枯拉朽之势 通过分割穿插包围歼灭等战术 把苏联红军打得节节败退 后来苏联红军反手为攻 于1945年4月击败德国 这也标志着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终结 在双方你来我往的战争中 乌克兰夹在中间地带惨遭蹂 不管是德国还是苏联都实行交土政策 所以往往是大惊过后寸吵不生 这无意又加重了乌克兰人民的苦难 其实当时的乌克兰人民内部也分成两派 一派帮德国打苏联 一派帮苏联打德国 甚至还有些人两面派 先是帮助德国 后来发现德国也不是什么好鸟 因为他们屠杀犹太人 又转头帮苏联 由此可见 乌克兰人民本就不是铁板一块 这也是乌克兰政坛摇摆动荡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战结束后 英美俄等世界列强要重新刮分世界 于是在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 召开了一个会议 也就是亚尔塔会议 亚尔塔会议的一个成果是 成立了一个国际新组织 联合国 但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苏联总觉得自己在联合国 势单利固 帝国主义亡火之心不死 于是为了在联合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主动提出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担拎出来 算作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 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就拥有三票话语权 联合国当时有51个创始成员国 对成员国要求必须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时是在苏联统治下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 苏联主动要求 英美等国也乐观其成 这笔糊涂账又为日后苏联的解体 埋下了一个祸根 我觉得当时的苏联领导城 或者说斯大林也是糊涂 你明知道帝国主义亡你之心不死 那你更应该尽力让苏联成为一个整体 而不是再分出两个主权国家 其实英美等资本主义阵营的那些国家 巴不得你分裂呢 他们这样分裂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手法 不管是在这之前 还是在这之后都屡试不爽 在苏联看来 虽然对外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名义上 是独立主权国家 但对内这两个国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可是他们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当时确实是可以控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但随着领导城和人民的待机更迭 苏共中央未来不一定 还能牢牢控制这些国家和地区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不管是西晋的八王之乱 还是明朝建文帝因为萧藩而丢掉皇位 都是同样的道理 皇帝把权力传给儿子们 儿子们不会反皇阿玛 但儿子们再把权力传给孙子们 那这帮孙子可就不管那一套了 往往是不打出最后一个胜利者 争斗就不会真正结束 很快啊 时间来到1949年 为了对付苏联 美国联合英国和法国创建了北约组织 后续该组织逐渐扩张 像硬帝为了对抗北约 苏联也于1955年联合一些东欧国家 创建了华约组织 由此世界上就形成了美术争霸的局面 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也由此开始 冷战期间 美术在各个方面都出于竞争状态 最突出的当属核军备竞赛 在冷战后期 据估计美术双方所拥有的核弹头数量 都在万枚以上 如果当时美术之间爆发战争 那战争很可能就会升级到核战争 如果核战争一旦开大 那必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基本上就是你扔我也扔 最后大家一起BBQ了 冷战的结局大家都知道 苏联被彻底拖垮 在1991年底解体成多个独立的国家 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 乌克兰起了极先锋的作用 1991年8月 莫斯科发生819事件 令苏联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 当时作为市长助理的普京 与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 并肩对抗政变 但大煞之江青非人力所能服 紧接着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 于1991年8月24日宣布独立 并更名为乌克兰最高拉达 12月1日举行乌克兰独立公投 支持独立的票数 意外的高达92.3% 苏联在乌克兰独立三周后的 12月26日正式解体 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是 倒霉蛋戈尔巴乔夫 他当时是苏共中央总书记 见苏联总统 但苏联没了 那还捅啥呀 无奈被迫宣布辞职 作为这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 普京当时的感受是 俄罗斯被抢劫了 所有的领土都在一夜之间四分五裂 所有的人民都成了外国人 他们确实是从祖国被强行带走了 从普京的这段话中 分明能体会到他的人忍与无奈 祖国的大好河山 一席间分崩破碎 而作为亲历者的他 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 却无能为力 如果从普京的履历中 提出几个关键词 我想一定有这么几个 柔道冠军 特工 以及特工头子 国家元首 用一句歌词来形容 那就是 套马干的汉子 你威武雄壮 不管是进行格斗 还是骑马射击 普京都能独当一面 007的电影 相信大家一定都看过 与英国军情六主齐名的 柯格勃 绝非浪得虚名 据说普京还可以 独立驾驶战斗机 只是开飞机这一点 就碾压了几乎所有国家领导人 很难想象 中国什么时候能出一位 会开飞机的主席 当普京获得了 稳定的权利以后 或许也梦想着 有朝一日能恢复 输俄往日的荣光 但国家分裂已成事实 他再有雄心壮志 也无力回天 在文章中普京说 我们对此还能说些什么呢 事情总之会发生变化的 国家和社区也不例外 随着历史车伦的前进 一个民族的某些部分 由于某些原因 会在某一时刻意识到 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应该如何 对待这种情况呢 答案只有一个 尊重 你想建立一个 属于你自己的国家 当然可以 但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是 当你离开时 你可以随意带走 你带来的东西 换句话说 你离开时 不能带走 不属于你的东西 这就好比一对男女 结婚前 女方有车 男方有房 结婚后 男方用两人的积蓄 买了一个足球大的转戒 送给女方 后来两人感情破裂 离婚了 女方可以把车带走 但转戒 你不能也一起带走 那是婚后共同财产 需要两人协商 那普京指的这个 不属于乌克兰的东西 是什么呢 其实指的就是 克里米亚地区 1954年 赫鲁晓夫当政期间 为了显示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兄弟情谊 把克里米亚送给乌克兰 这在极力保持领土完整 和宣扬春土必争的 现代化国家中 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也可以说明 当年在苏联内部 没有什么国家主权的概念 普京对苏联 争送克里米亚 是这么理解的 苏联梦想的一场能消灭 民主国家的世界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在化成边界 和争与领土方面 如此慷慨 不曾想苏联后来解体 分家时 克里米亚也顺势 归于乌克兰 但以克里米亚港口城市 塞瓦斯托布尔 为母港的黑海舰队 大部分归于俄罗斯 这种拧巴的操作 在苏联解体后 俄乌关系不错时 还可以维持 俄罗斯每年向乌克兰 缴纳1亿美金 作为租金 诸借克里米亚南部的 塞瓦斯托布尔军港的部分 作为黑海舰队的基地 但在2014年 亲俄领导人亚努克维奇 在乌克兰 亲欧盟 示威运动中被赶下台以后 俄罗斯果断出手 武力占据克里米亚 并一直控制至今 乌克兰在独立以后的 十几年间 之前中的阴 这时纷纷开花结果 首先 以东西部之间 无法拟合的宗教差异为基础 加上以大饥荒为代表的 历史和现代的种种摩擦和恩怨 再加上乌克兰政府 在亲俄和亲欧间的摇摆不定 动荡的政府又导致经济衰退 民生凋敝 种种的这些恶果 最后在克里米亚问题上 引爆了军事冲突 直至今天两国的全面战争 其实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为了便于理解 有时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 另外一个模型 那就是家与家的关系 或者人与人的关系 如果刚才说的那些 你听的有点乱 那我用一个家庭的例子 来打个比方 比如说有一个单亲妈妈 含辛茹苦 拉扯一房儿女长大成人 妈妈在时 尽管儿女节也会有些 小摩擦小矛盾 但只要妈妈出面调解 孩子们基本上 也都能顺着妈妈的意思 如果妈妈看到老二遇到困难 也可能会求助老大出手帮忙 不管是出钱还是出力 老大嘛 一般都义不容辞 也不会太计较 天不假年 一天老太太杀手人寰 一众儿女往往也就 树倒侯顺善 这一善就涉及到分家 在过去 对于一个大家来说 分家常常是兄弟姐妹 心生嫌隙的开始 我小时候就听说 邻村的人家因为分家 而导致手足兄弟 大打出手的 以至后来老死不想往来 也听说有的人家分家 因为一个吃饭的桌子 到底该归谁 而争执不下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 直接把桌子披成两半 一人拿到一半桌子 才分分作罢 因为分家而闹出的矛盾 顶多还是家庭内部矛盾 但如果这个过程中 再把外人或者仇家牵扯进来 那就会制造出更大的矛盾 乌克兰在脱离苏联独立后 把苏联不止在其境内的核弹头 划了划了一算 竟有几千枚之多 这肯定是拥合大国和联合国 所不能接受的 另外 当时乌克兰经济一塌糊涂 也拿不出钱来维护这些 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那还不如卖炮换粮 但炮卖了 谁来保证我的安全呢 于是在1994年12月5日 乌克兰 俄罗斯 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 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的主要意思就是 乌克兰销毁核武器 而俄罗斯 英国和美国 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其实武藏中的中国和法国 也都做出了相应的承诺 但并没有在备忘录上签字 备忘录上申明 英美俄承诺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 以及现有国家边界 他们的任何武器都不会对乌克兰使用 除非乌克兰与一个核武器国家联合或结盟 并对他们发动攻击 这份备忘录正是俄罗斯 饱受世界舆论谴责的依据 谴责俄罗斯没有遵守当年的承诺 我个人觉得对俄罗斯的谴责无可厚非 不管怎么说 先动手打人肯定不对 何况你当时还是签了字的 但反过来想 如果乌克兰加入了北约 那乌克兰将会和北约 甚至美国在军事上连防连动 那俄罗斯无意于把刀把子递到别人手里 那别人捅不捅你 何时捅你 怎么捅你 捅到什么程度 都由不得俄罗斯来决定 那样的话 束手束脚的俄罗斯 也无异于被困于高墙电网之中 再打个比方 如果有人拿刀缓缓架在你的脖子上 然后跟你说 放心 我肯定不会砍下去 试想一下 处于刀下的你 会是怎样一种心境 也许你会说 不对 这个假设不成立 乌克兰加入北约 并不一定会发生刀架俄罗斯脖子的事情 抛开以往的既定事实不谈 如果你是俄罗斯 你敢赌吗 普京的答案是 不赌 他根本不会让俄罗斯 处在这样的一种境地之中 他清醒地认识到 形成一个对俄罗斯 具有敌意的 纯乌克兰民主国家 就好比对俄罗斯人 使用大规模沙当性武器 与其任人鱼肉 不如先发制人 再说一下 这次俄乌战争最直接的导火索 那就是乌东地区两个宣布独立 并获得俄罗斯承认的新国家 敦涅斯克人民共和国和 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其实乌东地区的问题 可以看出是 克里米亚问题的延伸 自从2014年斯巴顿战争以来 乌克兰实际已经丧失了 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尽管两次明斯克协议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乌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但武装冲突却一直没有间断 持续的冲突也间接导致 马来西亚航空17号班机 被击落的事故 乌东地区绝大部分是俄罗斯主人 而且乌克兰近些年已经沦为欧洲最贫困地区 这与乌东地区接壤的 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反差 所以东乌克兰各地在克里米亚公投后 随即爆发亲俄示威 他们也要求在东乌克兰 举行像克里米亚一样的公投 加入俄罗斯联邦 普京对这件事的喊法是 基辅根本不需要斯巴顿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 这些地区的居民永远不会接受 经由武力封锁和威胁而强加的秩序 其次 两次明斯克协议都指在和平地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这与反俄计划的整个逻辑相矛盾 乌克兰既不打算认真讨论斯巴顿的特殊地位 也不打算讨论对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保障措施 他们宁愿利用外部侵略的受害者形象 兜受恐恶症 他们甚至在斯巴顿安排血腥的调性行为 或许在普京这样骨灰级政治家的眼里 现任洗击演员出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 按照普京的形势风格 忍无可忍 无需再任 不服就干 能打 咱就别吵吵 视频最后 必须预言一下 这场战争最后谁会赢 昨晚沐浴更衣后 我夜观天象 强指一算 可以十分肯定你说 这场战争没有赢家